这个在财运方面 在进入2023年 最需要注意的 这个三个生肖 2023年呢 就我这边的一个统计 我会发现 其实每一个生肖 就像我前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都很特别 都有好的地方 有坏的地方 那所以呢 接下来 接下来不论说 我公布的这个答案 因为我今天会说 财运最不好的三个生肖 对不对 不论说你们有没有上榜 没有上榜 当然心里面稍微 不会这么担心 也不会这么失望 觉得说 好像我在2023年 这个李星老师没有讲到 我应该可以多留一点心下来吧 对不对 有这个想法也不错 这个转运就转运 那如果有上榜的 这三个生肖 也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 就觉得 啊糟糕了啦 那我2023年就白忙一场了 对不对 那就不努力啦 对不对 那我还努力做什么 反正努力的钱都都 都留不下来 千万不要我这样想哦 我们听运势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反而觉得 我们要 多听一些不好的 不好的一个概念 不是说否定自己的努力 而是提醒自己 在2023年 我需要注意在什么地方 我要如果我要做一些防患啊 或者是说我要为自己做一些规划的话 好 哪一个面向我要特别特别留意 那今天呢 就是这三个生肖 你们在2023年 你们会在不同的面向 我们常常讲说钱留不住 或者说财运不好 或者是说容易破财 其实他的方式管道有很多 可能有些人会因为健康而破财 有些人会因为人际关系而破财 有些人呢 就是莫名其妙 晚上在那边滑手机 滑一滑也破财 有没有 有很多 滑一滑 比方说看个什么 这个直播啦 滑一滑的什么 这个购物的网站啦 然后就这样钱就花掉了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探讨了 分这个三名 前三名 这前三名不是好的 是要提醒的哦 在2023年 容易钱会留不住的 那我先讲比较轻微的 比较轻微的 我刚才有看到属猴 对不对 比较轻微的 就是第三名 容易破财 第三名是属猴的同学 那为什么属猴的同学 会容易破财呢 其实如果说我们去 单纯去看这个属猴 他在2023年 一整年的气场而言的话 因为有一颗 你说严重嘛 也不会太严重 他不会像什么碎破啦 或是说像什么 什么这种大号啦 这么严重 但是他就是很讨厌 这颗星叫做小号 小号就是大小的小号 就是消号的号 那小号 其实小号 他其实他主管的 他不是一个大破财 而是就是说往往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 可能会在比方说健康方面 那健康就是小毛病 举例啊 我可能在呼吸到2023年 特别特别容易过敏 那或者说 我可能在复科 2023年 那特别特别虚弱 那如果说我天生在肠胃这一步 在肠胃就比较弱的话 那我进入2023年的时候呢 那我就会常常跑医院 所以呢 线上属猴的同学 针对健康 我们要很理性客观的去思考一件事情 我一直以来 我在身体方面 有没有哪一个部位比较弱 我刚举例的嘛 比方说呼吸道啊 或者是说像是女生的妇科啦 男生的肠胃啦 那又或者是说 可能家里面有一些属猴的老人家 可能心血管比较不好 或者可能肾功能比较不好 泌尿系统比较不好 那这一类型 这一类型族群属猴的这个同学的话 在2023年啊 就会在健康上面 花比较多的一个花费 我们可能用在身体健康检查 可能用在身体的这个保健食品的保养 那甚至呢会用在什么 治疗 治疗 这个医学方面的治疗 这很花钱的 每一笔呢 也许它不是说像是什么重大心脏 心脏手术那么贵 但是你要知道 那我如果说我每个月都去看医生 或者是说每三个月 我可能要做一次重大的检查 这样加起来这很恐怖的 台湾有健保 可是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检查的项目 是健保没有给付的 保险也不见得能够赔的 那个就会造成家里面的一个负担 那好 那另外一种小号会影响 导致说我们潜留不住的一个状况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属猴的同学在花钱的时候 其实你的心思是有点属于这种精神状态 注意力不集中的 我现在举例 我常遇到有一类型的这个同学 非常的有趣 怎么样呢 就是他可能在今天晚上 他可能就有点 可能精神状况不好 他就滑手机 或者说看什么什么拍卖的直播 他可能就买了一个很贵的东西 好 我假装啊 我假设了 买一个吸尘器好了 这吸尘器多少钱呢 六万块新台币 各位同学 你可以想象吗 你到任何这种家庭的卖场里面 很少 就几乎看不到另外一块的吸尘器 可是呢 就真的给属猴的同学给遇到了 然后他买了 买了之后呢 那然后就滚滚噩噩的 就觉得就说 好累啊 好了我买了我就睡着了 结果一睡着 他忘记他买吸尘器这件事情了 结果好啰 那下单了 然后吸尘器寄到家里面 他觉得奇怪 怎么有这个东西寄过来 打开之后发现吸尘器 他完全忘记自己曾经买过吸尘器 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因为它是属于大金额的 可是你说小金额 或者是说我当我数量很多的时候 我相信线上一定有一类型的同学 是属于怎么样 就是我可能逛的购物网站 便宜放到购物车 便宜放到购物车 最后直接去这个买单结账 啪啪啪啪啪啪 一下子买了20样东西 但是呢 其实你真正记得的只有几样 可能只有第一样和第二样 中间18样 你完全忘记你买了什么 结果他东西送过来了 你开箱开得很高兴 但是你完全忘记 当初你是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 还有呢就是说你也忘记了 你有曾经买过这个东西 这种经验有没有 有很多 那这种状况注意啊 就特别容易发生明年属猴的同学 那就建议了属猴的同学 明年如果你在做任何的这个财务上的规划 或者是说呢 你可能要进行一些买卖 不管是在实体的店 又或者是说呢 你是透过网路来下单 建议你啊 旁边呢 要么旁边有个人陪着你 他看着你下单 他看着你下单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 他帮你作证 这个东西真的是你买的 你不要赖在你的家人身上 第二个呢 他能够怎么样提醒你 好啦 你买的够多了 你买的重复了 你昨天你才买的牙膏 今天 昨天你买的这个薄荷口味的牙膏 今天你又买了一个西瓜口味的牙膏 没有必要嘛 重复了 因为他都是牙膏嘛 之类的 他就能够有一个 能够帮你提醒的功能 第三个也要提醒哦 属猴的同学 小浩他有一个非常 我觉得也是要提醒大家的 如果呢 你们自己本身呢 有在做投资理财 那投资理财你说放长线 那就算了 但关键呢 就是因为现在市场 波动比较大 有很多同学啊 喜欢在快进快出做短线 但关键是当我在买 还有卖的那一瞬间 我的神志的清醒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神志不清醒 我可能买在高点 莫名其妙的卖在低点 哎 哎 这种情况有没有 有很多咧 那最特别是对于属猴的同学 明年啊一整年 你在做一些财务规划 或是在做一些投资理财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留意 不要频繁的进出 因为你会容易判断错误 那为什么会容易判断错误 我先讲跟你的专业没有问题 跟你的勤劳没有问题 关键就是在你要做出 我要投资理财这个决定的时候 消耗让你开始脑雾 知道脑雾是什么吗 就是我已经分不清楚 我的目的是什么 好吧 这个要特别留意了 这个是在针对属猴的同学 那么终点来了 老师那难道说 我这个属猴的 我在每年一整年 我都不能做一些什么 财务上的规划吗 难道我都不能买东西吗 那难道我做什么事情 真的就是会莫名其妙的 就留不住钱会破财吗 那能够怎么样解决的 当然第一个 我要从我们自身开始做起 我刚讲了 我们明明知道 可能平常我们做任何生活上的事情 日常生活 什么煮饭 洗澡 带小孩 上班 这些都没有问题 但很奇怪 就是当你只要牵扯到 跟财务相关的时候 你就会容易判断错误 那我刚一开始就讲了 当你知道你在今天晚上 或者是明天可能有这种 财务上的规划 或者是这个金钱的买卖的行为的时候呢 你旁边最好有个人赔 那这个人呢 那当然也是最好是你信得过的人 不管是你的家人 你的兄弟姐妹 或者是你的配偶 又或者是你的闺蜜 你的好兄弟之类的 因为旁边有个人看着 至少呢 多一层保障 好吧 那在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建议了 我们从流年的居家风水开始做起 那这居家风水应该怎么做 我在这里我先讲个大方向 那真正这个细节精华 怎么样去避免属猴的这个同学 我不要破财 我们在11月底的这讲座 会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我先讲个大方向 最简单的一个方向 2023年的破财位在哪里 在东北方 在东北方嘛 4567 对东北方 那所以东北方最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冷静思考的去判断一件事哦 他是不是大门 是不是睡床 是不是频繁开火的厨房 为什么针对侯耀这样讲呢 因为今天我们的一个重点 我们的一个主题是要讲说 会容易破财 会容易留不下钱 那因为其实我们个人的一个气场 属猴的同学气场 他已经具备了这种 这种容易留不下 留不住钱的这个能量 那如果阳宅风水 特别是流年的风水 你刚好又去引动家里 这个流年的这个破财位的话 这个叫做什么 这叫做破上加破 哈哈哈哈 好了 但是不要过度紧张啦 因为我刚刚讲的哦 因为属猴他是属于小号 小号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说其实就算留不住钱 他也是一点一点一点这样留的 他不会一下子就好像 非常大笔钱这样子 所以属猴的同学不用过度紧张 但我们常在讲说嘛 能够做多少我们尽量做 那所以在东北方这一块 我们要去看哦 属猴的同学你先去想一下 家里面的东北方 是不是睡床 平常开我的厨房 是不是大门 那如果是的话 那记得11月底的流年风水讲座 你们就一定要来看 个人的气场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更改它 但是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从居家风水 想尽办法 不管是弥补也好 不管是加强也好 让我们这个小号的能量 能够把对我们属猴的同学的负面影响 给降到最低好不好 第二名是什么呢 属蛇的生肖 来让我知道一下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有没有属蛇的同学 让我知道一下 有吗 有吗 好 那我就说 为什么属蛇的生肖 在明年会容易破财 那我直接讲 我在今天的直播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 其实会破财 它会有很多种原因 像刚刚的是因为小号的关系 我们是因为注意力不集中 判断错误所造成的 那以属蛇 它是因为人气关心所造成的 简单的讲 就是容易犯小人 这个犯小人 其实有非常多的解释方法 大家不要只认为说 犯小人就是有人在后面 扯我后腿 有人挖洞给我跳 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好像刻意是 针对我来做某件事情 让我工作很不顺 这个叫犯小人 当然它是犯小人的 呃 它是犯小人的状况之一 我再形容几个状态 其实它也是犯小人的一种 好 比方说 呃 来 我要去 我要去因为 我要因为工作的事情 我要去工作的事情 我要处理什么 处理两个人的一个协调 好 那这两个人的协调 其实他们两个人的争执 或是他们两个的坚持 其实跟我个人 并没有厉害关系 但是呢 呃 我必须 我可能因为呃 工作的关系 我必须要去想办法 请他们两个 互相合作来帮助我 那可是呢 呃 就这样子 我花费多 非常多的一个时间 我在调解他们两个 我当做他们两个人的合适了 好 也就是说呢 我正事没有做完 或者我正我应该要完成的任务 我没有完成 或者我根本没办法完成 但是我花了大很大的时间 在处理他们两个的人际关系问题 哎 其实在定义上面 来 因为你去处理这两个人际关系的问题 处理两个 处理两个 他们两个纠纷的一个问题 你的正职工作 没有做完 啊 那你觉得就老板而言 他会 他会 他会理解说 呃 你是因为去处理他们两个的关系 导致你工作没有做完 还是你认为一个正常的老板 他不管你发生什么事 反正他就看结果 他就看结果 啊 因为你工作没做完 那他要骂 他要责怪 他要处罢就处罢你嘛 那可是呢 回头来看 那这两个人 他们两个的纠纷 跟你有关系吗 跟我们没有关系 对不对 跟我们没有关系 而且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跟我之间 他们的纠纷的这个点 跟我也没有厉害关系 但是因为你去处理了 所以呢 导致什么 导致你的工作没有做完 那他们两个 其实在定义上 他们也算小人 只是这个小人 他不是明着来的 哎 他也不是就是 摆明着跟你说 我就是看你不顺眼 我让你工作 没有办法做好 不是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说 其实小人 在我来看 就是什么 就是要处理 人际关系 就是因为 人际关系的问题 而导致说 我们应该要完成的 任务没有完成 我们的工作 因为这样子 而被耽误了 那我应该要拿到的收入 因为处理人际关系 而减少了 我的健康 因为要处理人际关系 而损坏了 这些会导致说 我们正常运势受拖累的 人 通通都叫做小人 我这附带一提啊 为什么 我处理这个人际关系 会导致我健康损坏呢 为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啊 如果说 线上有在做业务的 这些同学啊 我们都知道 很多时候 我们要出去应酬 对不对 要出去这个交际应酬啦 为了要拿订单之类的嘛 那你说正常的场合 一般的饭局 我可能六点吃饭 晚上九点回家 这个叫正常的饭局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有另外一种 另类的应酬 就是我吃完饭之后的应酬 但是这个应酬呢 不见得是必要的 但是呢 你被怎么样 你可能被公司要求啦 那或者是说呢 你可能被客户要求啦 那然后呢 你被长时间 非常高频率的 你被拖去饭后的这个饭局 喝酒啦 抽烟啦 往回家啦 彻夜不归啦 然后长时间这样累积下来 你的健康出问题了 那我告诉你 我们一个重点 不看你过程 我只看你结果 你健康出问题了 你健康是因为谁出问题的 是因为你经常应酬出问题的 那经常应酬的对象是谁 就是固定 你会发现固定就是这些人 那这些人就是你命中的小人 所以简单的讲 只要任何人 他让我们的正常生活 正常生活 正常工作 正常收入 正常健康 正常的家庭关系 而被破坏掉 这些人在定义上 他就是小人 所以各位同学 为什么我要特别举 这么大范围的一个例子 因为我发现 有太多太多的同学 当我们听到小人两个字 其实我们都是focus 只会聚焦在 他在找我麻烦 他摆明着就是 可能在后面打小报告啊 跟我的长官说我的不好啊 我哪里犯错啊 那长官责备我啊 他们很多很多 很多同学只认为说 这个才叫做小人 其实我刚刚讲的那些 这些通通都算小人 知道了吧 好的 来 那回归到属蛇的同学 那你们就要注意啰 因为在2023年 我刚讲的这些状况 都有可能发生在你们身上 那你们就要去思考 你们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 我就会建议你们 不要搞得太复杂 越简单越好 诶 然后呢 在越短的时间之内 解决会越好 好 那再特别提醒哦 就是说 因为在属蛇的同学 你们在整个2023年 你们会有一颗心 有一颗凶煞 跑到你们的旁边 它叫什么 它叫做飞连 飞连它代表就是小人 而且这个小人 它无孔不入 可能是你的亲朋好友 也可能是你的 很信任的长官 也可能是你长期合作的伙伴 这些都算 好 那么重点来了 哇 那你这样讲 李星老师 那我是不是 我属蛇 那是不是代表说 我在整个2023年 我都不能够跟别人交往啊 我这样讲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预设立场 说对方是不是小人啊 我没有办法去预测说 对方会不会直接或间接的导致说 我的生活财运健康 家庭关系 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些人际关系 因此而受拖累啊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要开始找什么 找方法 找方法把这个小人的能量 给宣泄掉 这个宣泄掉 其实不难 为什么呢 因为就像我今天直播一开始 跟大家讲 所有的生肖 他们在每一年 一定都会有优点 也会有缺点 那真正有效 或者是说 在我看起来 最高明的一个去划煞的一个方式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生肖 他的今年的特质 去把这个小人给学解掉 属蛇的同学啊 今天在2023年 他是一个义马年 也就是说呢 他本身的这个动性啊 非常非常的强 我们听到义马两个字 其实大家都很熟的啦 就是说会这样到处跑吗 可能会经常出差 那或者就是说呢 可能在工作上面 动性会变得比较强 那所以就建议咯 属蛇的同学 如果说呢 你们在2023年 你发现你在工作啊 公司呢 有一个外派的工作要给你 我建议你 在跟家人讨论之后 可以的话 你就去 因为藉由这个义马 去实现你的这个动性 你就能够把这个小人 小人的负面影响 把它给淡化掉 甚至完全的给宣泄掉 再化解掉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顺势而为 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些喔 这些所谓的不好的这些星星啊 你要让它去引动 让它真的发生 就代表什么 代表你在逆势而为 其实义马就是希望呢 你多往外面跑 因为为什么要往多往外面跑咧 因为其实在这个奎卯年啊 明年是这个奎卯年嘛 奎卯年的天乙贵人 诶 是谁 就是兔 还有蛇 所以刚刚为什么 为什么有很多同学会答说 啊这个容易破财的 有兔有兔有兔 一定有兔 因为呢 因为大家都会认为说 兔子是坐太岁 对不对 可是你们知道吗 不管是说就这个八字的一个理论 其实我们有天乙贵人 这四个字 天乙贵人 他是能够去化煞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其实我们在做 羊宅风水布局 很多同学会问啊 诶 李希老师我想增进我的人际关系 你常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哇我要在手机啊 或是什么 找这个六合贵人 那除了这六合生肖之外 有没有其他方法 其实我们在这个七门盾甲布局 天乙贵人的布局 这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好 拉回来正题 所以以蛇而言的话 属蛇的同学 你们在明年的贵人运 其实还不错咧 只是你们都聚焦在什么 聚焦在犯小人这件事情 那就会想啦 诶老师 你又说蛇犯小人 又说蛇是天乙贵人 那这不是很矛盾吗 告诉你们不矛盾 为什么 怎么样让把天乙贵人给激发出来 怎么样让你主动 或者是让天乙贵人主动的找到你 顺事而为 顺什么事 你就往外跑嘛 你既然是义马嘛 那你就往外面跑嘛 所以代表你的贵人在哪里 你的贵人在义乡 义乡不见得一定要出国啦 比方说我出生在台北 那我义乡 桃园是义乡 台中是义乡 高雄是义乡 你说我去新加坡 马来西亚也是义乡 那你的贵人就在远方嘛 他不会是在你的旁边嘛 那简单的说咯 如果属蛇的同学 你在2023年 你一直把自己 哇 关在这个家里面 不出去 他说不行不行不行 我害怕我出去 我会碰到小人 那我告诉你 小人自己会上门来找你 真的喔 好不好 所以针对这个属蛇的同学 给你一个建议啦 还有再来是什么 就是说我觉得属蛇的同学 你们也不用过度去担心 过度去担心说 我会因为这个小人 而导致说自己乱花钱 会导致自己破财 或因为我要处理一些人际关系 因为你知道吗 有时候处理人际关系很花钱的 那因为在明年齁 明年奎卯年的喜神帮在哪里 刚好就在蛇的位置 所以喔 记得我一句话 我如果要让喜神降临 降临在我身边 我要让天以贵人来帮到我 我们尽量就是在2023年 属蛇的啦 我只针对属蛇啦 属蛇的有机会的话 你就多往外面去走一走 就算在工作上面 你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到处跑 或是公司真的没有外派 或是常住的机会给你 没关系 你在假日的时候 尽量多往外面去走 或者你在假日的时候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是不是在相对稍微远一点的城市 有我的很久没见的好朋友 只要你有空 打个电话去看看他 自己实现的一个往外走的一个动性 好不好 好 那然后那当然喔 这些是我们自己就能做的 我们自己能够掌握的 那你说 欸我们用一些生活的方法 有没有是不是有可能能够把这种 容易犯小人 因为小人而导致破财 导致说我钱留不下来的这个状况 影响降到最低呢 我们就衣服而言的话 帮我打下来喔 属蛇的同学 明年可以的话 你可以适当适量的穿一些 红色或紫色的这个衣装打扮 接下来要过年了嘛 那过年的家里面 如果你有一些什么洗啊 浮啊 什么柴啊 这种红色的字啊 适当 你不要把家里面弄了什么 那大红 大红灯笼高高挂 没有必要这样子 就适当适量的有一些这个红色的字 装饰 这样子点着 亮着 挂着 这样就OK了 好不好 还有再来就是什么 我们还是要讲到六合生肖 各位同学你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只要呢 是因为人际关系的问题 这人际关系包括什么 人际关系包括就是所谓的口舌是非 还有包括所谓的破财 如果是因为人际关系 是因为小人而引起的 所以除了多多利用天以贵人之外 我还是在强调六合贵人很重要 天以贵人跟六合贵人 他的整体的效能呢是远远大过于三合贵人的 好 并不是说三合贵人没有效 只是我们要排一个 好 比方说我们在做正法的时候 要排个先后顺序的话 天以贵人 六合贵人 最后再三合贵人 好那所以呢 我还是建议属蛇的同学 你们可以如果能够接受的话 把你们手机的桌面 改成猴子 你可以用Q版的送空 那又或者去说呢 属蛇的同学 你们在明年一整年 你可以在挂的这个项链上面 或者包包的这图案上面 你可以有一些这猴子的图案之类的 那其实这些都能够透过六合生肖 猴子它本身的一个气场 帮你把可能小人对你造成 留不住钱的负面影响 给降到最低 那当然除此之外呢 你说像这个猴的御守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都可以啊 那所以这个是很开放式的 那当然咯 就居家风水这一块 居家风水那我就建议咯 好吗 来居家风水帮我打一下 是因为小人所造成的破财 是因为人际关系所造成的破财 所以我们要让这种不好人的气场 不好的人 不好的人的气场 并不代表他一定是坏人 好吗 来帮我打一下 属蛇的同学掌握东南方 东南方 这所以在进入2023年的时候呢 那你们就要特别针对东南方 因为东南方它是是非味 它也俗称的 反正它跟人际关系的一些 这个冲突啊 纠葛啊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东南方你要去看一下咯 东南方有没有开门 有没有睡床 有没有乒乓开火的厨房 如果您属蛇 那您家的东南方又刚好是 我刚讲这三个部位 其中一个的话 那我就建议咯 2023年的这个流年风水啊 你就好好的为东南方 去做一些宣泄 对讲到宣泄 各位同学我们要有一个 我建议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我们要再做一些气场的化解的时候 最好的方式是用泄还有化 首选是泄 因为泄它是最自然的 还有化 尽量避免用嗑 因为嗑的话我必须 我必须说这个 用嗑这件事情它的效果很快 真的它的效果很快 因为它是属于硬碰硬 硬碰硬的一种方式 但是用嗑的话一定要专业的老师 而且这个专业老师 他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懂 风水的一个正法的布局 我才建议用嗑 那要不然 我觉得用嗑往往会有一些 反噬的效果 这个题外话啦 跟大家聊一聊好吗 属蛇的同学要多注意了 好来 那讲完蛇的啦 就是剩下最后一个生效咯 你觉得 哎呦 第三名容易破财的是属猴 第二名是属蛇 那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是谁 你们大家猜一猜 你们猜一猜 第一名的生效是谁 对啊就是 哇啦 雞啦 狗狗鸡 来属鸡 为什么在明年呢 在这个财运特别特别的需要留意 当然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 明年属兔嘛 那毛油冲嘛 所以在明年的话呢 这个鸡 鸡生效 它是属于碎破方 它就是充胎税啊 充胎税的一个概念 我讲一个比较生活化 大家就会比较懂啦 好不好 来 我常常说 为什么刚刚讲说 属兔的就是做胎税的生效 不见得是什么事都不能做 它反而有机会 能够 能够怎么样 有一番作为 我之前有跟大家举例 其实做胎税它一个很生活的概念 比方说以兔而言好了 它等了十二年 终于轮到他当班长了 这可以理解吗 你看兔在上一次做胎税 是在十二年以前 没错吧 所以就是说 做胎税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他今年是十二生效的头 他是这一班的班长 所以其他十一个生效 原则上都要听他的指挥 他长君旗嘛 对不对 那当然你说我们要更细一步去讲 这什么六十加子胎税 这个太深入了 我们今天不做讨论 所以你看 兔子长了这个君旗 所以属兔的同学 在今年 就会想要有一番作为 就会觉得说 我可能在生活上 财务上 事业上 家庭上 什么什么 我都特别想要有一些成就 想要去达成某些目标 那很好嘛 对不对 那属兔的我等 接下来的下面几集的直播 有讲到兔 我在细讲 那简单的说啦 那为什么属鸡的 会特别不稳定呢 因为你要想一件事 大家都听兔的 可是就唯独鸡 这个生效 他不听 为什么 因为他冲太岁 他什么事情都要跟太岁畅反调 这个兔的生效就说 兄弟们 我们今天往东走 为什么 因为兔子的家在东方 往东走 鸡就说我不要 为什么 因为我家在西方 你要往东 你们去往东 我往西 所以呢 他就会跟兔子唱反调 跟兔子唱反调的时候 同时也是在跟其他十个生效唱反调 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生效 基本上他是听兔子的 那所以呢 那就会有一种讲法啦 就是说 只要是冲太岁的生效 今年冲太岁是属猴嘛 然后明年就是属鸡嘛 通常只要出那个什么 在这个冲太岁的生效 他在动性上面 他这个波动上面 就会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他凡事只能靠自己 其他人都不理他 或者是说在人际关系上面 就比较容易会出问题 就会觉得就是说 好像我任何一个想法 就取高和寡 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的想法明明很好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听 那好像就绝对就说 我做什么都不顺 事业也不顺 财运也不顺 然后家庭这个人际关系 都非常的不顺 所以搞得自己情绪啊 非常非常的糟糕 那除此之外 那我讲到重点啦 因为我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 像比方说属 属鸡 2023年属鸡 像我而言 我什么都要自己做 什么都要自己来 当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特别特别的累 那你知道吗 在这个 我们讲说所有的神煞学里面 又有一个 不是很好的这个凶煞 叫做大号 那这个时候 大号他就出现了 他就跟着谁 他就会跟着鸡 跟着鸡 跟着鸡 跟着鸡走啦 所以那个大号代表什么 哎呀 大号代表说我精神大号 财务大号 事业大号 家庭关系大号 什么什么都破 什么什么都破的一个概念 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注意喔 属鸡的同学啊 你们在2023年 我简单几个字形容的话 就是碎破大号 他同时降临 那所以你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记得 第二 你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你最好啊 跟属猴的同学一样 你多多听听旁边人的意见 属猴的叫做小号 你属鸡的叫做大号 你这个号的觉得比属 比属猴的还要多 好吗 这是第一点 那在第二点呢 因为啊 因为啊 你就是跟这个太岁啊 唱反调 所以再也代表就是说 通常只要是冲太岁的生肖啊 这个个性上面都会比较冲动 你是为反对而反对哦 注意哦 如果你是因为有理而去反对 你有你自己的逻辑去反对 OK那没有问题 可是通常啊 像这种明年属鸡 属鸡的生肖就是为反对而反对 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反对 反正我就是不想跟你们一起就对了 好 那所以刚刚有讲过了哦 属鸡的同学在明年整个动性 非常非常的强 动性它会针对哪几个 第一个针对事业 再第二个针对感情 第三个针对财运 第四个针对健康 好 我现在重点讲这四个 这四样这个事业 财运健康感情 它动性强是什么概念 第一个我讲事业动性强呢 它就有点像是 诶 什么状况叫做事业动性强 第一 你转职了 可能我2022年我觉得 哎呀 我觉得我在这个公司呢 你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但这个薪水 总觉得好像 嗯 不太符合我的这个要求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拿更高的薪水 当然这个想法也许呢 存在你的脑袋和心里面很久了 那之前你都会觉得 虽然说没有符合自己的要求 但至少哎呀它不会让我饿个肚子 好 所以你一直没有其他想法 诶注意哦 你进入2023年的时候 这个动性它就会刺激你 你开始有跳槽的想法 所以属鸡的同学注意 你在事业上面 你容易会有转换跑道 转换公司 或者是说你可能在职务上面 都会有一些异动 这个就要去 你就要很谨慎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当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 哎呀要注意啊 这个动通常是因为你自己提出要求 或是你自己下的决定 你不是被动哦 你不是被别人去调 你是自己选择我要调单位 我要换公司 我要离职 我要转换跑道 是你自己决定的哦 那当你们要做这些决定之前 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要很客观的去思考 不带情绪 尽量不要带情绪哦 就是说呢 转换跑道通常哦 我会觉得OK你去转 有两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 我已经很明确的知道了 我换到这个公司 或者我换到这个部门 我的职位 我的薪水 或者说我一整年的奖金 我很明确的 我只要过去 就会提升 这没问题嘛 对不对 人不畏己天诛地命嘛 对不对 财不是万能 但没有财万万不能 这种很明确的转过去 就会变好了 OK你就转 那因为这也是一种动 可是如果没有它不是的话 那你就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那我在2023年我转过去干什么呢 我转过去最好的状况 最好最好的最好的状况 跟现在一样 那我有必要转吗 因为我换到任何一个新环境 新单位新公司 其实人都会有一个适应的阶段 那适应的阶段 你能够保证你到了新环境 你一定适应得了吗 不一定 那如果你适应不了怎么办 很多时候这个泼出去的水啊 覆水难收啊 你一说的离职你是回不来的 那你回不来 那你不是两头空吗 对不对 所以属鸡的同学 属鸡的同学要多多留意 想清楚了 好不好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这也是要提醒你们 你容易会失业 失业它也是一种事业状态的改变 重点改变两个字 它就叫做动了 就已经叫做动了 好不好 好 这在事业这一块 那在下一个 属鸡的同学你们在感情上面动性强 感情容易改变 那是什么意思呢 来 我们先讲好的 感情改变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感情的状态改变了 我本来单身 结果呢 我交男朋友或女朋友了 感情的状态改变 这是好的改变 OK 很棒 那我原本有男女朋友 结果呢 我从未婚变成已婚了 这也是一种感情状态的改变 很好 很棒 那或者是说呢 我本来是一个丈夫 但是我升格为爸爸了 这算不算是感情的状态改变 算啊 这算亲情的状态的改变 那很好 对不对 那所以 所以属鸡的同学啊 不要就是太过于悲观 会觉得说 哇那是不是什么不好的都会发生在我身上 没有的事情 好不好 刚刚讲好的 但是有没有不好的 有 感情状态的改变 不好的改变是什么 男女朋友分手了 已婚离婚了 对不对 那或者是说呢 我可能这个 原本家庭很和谐 但是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 或者是大环境的改变 我不得不跟家人分开 这也是一种变 也是一种动 所以呢 那属鸡的同学 你们在进入2023年的时候 你们在处理一些 只要是情感方面问题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呢 都能够 用比较和平 理性 客观的一个角度 去处理情感的问题 因为 本来 在2023年 你们在感情方面 稳定性就不高 那稳定性就不高 如果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又带有自己的情绪 你们这情绪 通常是不理性的情绪喔 那 往往这最后造成的结果 不属我们自己想要的 好不好 这个要特别特别留意的喔 好 那在健康方面 这个动性强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健康动性强 那其实就是说我们身体的稳定度啊 不够 一下子很好 一下子不好 但我必须说 健康没有所谓的一下子很好 一下子不好 它通常都是怎么样 正常不好 变到正常 然后再一下子不好 变到正常 就是这样子 但是这样子对于一个人 我们不管说要做事业上的规划 或者说要做一些生活上规划的时候 就很不容易 就会觉得哇 今年真的很累 心有余力不足 因为健康的这个关系 来 所以呢 来明年 2023年暑机的同学 因为你们是同时是碎破 你们又碰到了大号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其实一整年 你旁边没有急心 哎呦讲到这理由的时候 早上起来我都看着镜子的自己 哎呀 李先生啊 明年啊 对于你而言的话 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一年啊 因为你在健康 事业 还有包括你的这个家庭关系上面 你都要三思而行 那所以呢 就要特别留意了 好 那来 那重点来了 那我们要属机的 针对这种属机的同学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样 尽可能把这些不好的负面影响 给降到最低 因为这些负面影响 因为这些负面影响 都会造成什么 造成我们不管是在精神上的好弱 会造成我们在财运上面的这个好弱 很多时候啊 特别是现代人 就是他们在解决问题的一个直接反应 就是 我花钱解决嘛 能够花钱解决 我就花钱解决嘛 但是针对属机的同学的话 你要注意哦 2023年不见得你花钱就能够了事哦 而且这些这些所谓的麻烦事 会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钱 一直往外流 好不好 第一个最重要的啊 我希望属机的同学 在整个2023年 你多多去行善积德 行善积德 其实这四个字很空很 很广泛 行善的一个概念 比方说我常讲的多布施嘛 多多帮助别人嘛 多多关心 多多关心长辈嘛 多多孝顺父母嘛 这些都是行善积德 非常简单 但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 好不好 再来呢就是说 在工作上面 生活上 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 要尽量采取团队合作 不要再把团队合作 当做我在事业上的团队合作 我跟家人能不能团队合作 可以啊 互相帮忙啊 我跟太太也好 我跟比方说子女也好 我跟我的兄弟姐妹也好 其实在处理家庭 家庭关系的时候 我们是能够彼此分工合作的 对不对 可以 绝对没有问题 你说跟孩子能不能够分工合作 当然可以啦 那再来呢 多多沟通 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 绝对不要带情绪 虽然这件事情 对于属机的同学 包括我 包括我在内 在2023年绝对是个挑战 2023年属机的 你们要修的一门科目 很重要的一门科 叫做修EQ 叫做修情商 修情商 好那再来 下面一个方法呢 那也是大家常听到的 那是不是我可以提前安泰税 可以啊 那安泰税 其实现在非常的方便 现在好像网路都可以安泰税 对不对 我也觉得很奇妙 网路安泰税 OK好吧 那像我的一个习惯 我就会去灵鳩山 灵鳩山安泰税 那这会是一种方式 那又 在接下来 有没有什么方法 我可以多做 把这个2023年流年的居家风水 好好的来整理一遍 至少 如果我个人的气场 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去得到一个改善 那至少我可以确保就是说 我家里面的流年风水的环境 它的气场 不要再让我数 让这个不好的问题雪上加霜 好 那如果说讲到比较生活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就建议暑机的同学哦 在2023年 你的穿衣装打扮上面 怎么穿 多像我这样子 哈哈哈哈 不用穿着这样子 我这是工作服啦 多穿黑色灰色 还有蓝色的衣裤鞋襪 你多以这些这个颜色 你适当适量的 你做一些春茶的这些搭配 那至少 我们尽可能把这个冲动的这个能量 这个气场透过颜色 长时间 不要过度的天真说 那我穿一天可以抵一年 没有这种事情啦 这要是持续下去做的 所有羊宅风水的气场都需要养了 那你觉得你一整年 这种那种碎破加大号的这个气场 那当然就是最好每天能够做的话 持续的做的话 那它自然而然就会有它的一个帮助出现了 好 所以今天透过晚上的直播呢 跟各位同学来分享 分享就是说 我们在2023年才运比较不好的前三名 属猴的 属蛇的 属鸡的 属猴是因为注意力不专心判断错误 属蛇的是因为处理人际关系小人的问题 然后呢 属鸡的是因为本身在情绪上面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在动性上面会比较强 那因为动性强 那会导致就是说 我们花费了非常多的一个时间在改变 不要小看改变这件事情 因为改变一直到我习惯 一直到我 它的这个整个效果发挥起来 它是有个过程的 但这个过程不见得你能够等得了 这个概念是这样子 那当你等不了的时候 你这个时间它就浪费掉了 还有另外一个观念 我觉得跟大家来分享 大家对于破财这两个 其实一直会认为 一直会认为说 我要有钱花出去 这个才叫做破财 我不小心把钱买错东西 或者什么东西让我赔钱了 什么东西让我看医生再花出去 他也比较破财 有另外一种类型 一种状况它叫破财 就是我原本有收入 但是我突然没收入了 这个也叫做破财 为什么 因为其实 当我们有这个income 有这个income 就是有收入进来的时候 每个月有这样支出 我可能比方付什么费用 有赚钱进来付费用出去 这个这样子 那其实大家没有感觉 不会感觉破财 因为我的财富 实际上我的财富 是没有这种减少的 但是呢 如果说我每个月的支出 我还是有支出 可是我固定工作的收入 没有了 那当我固定收入 工作收入没有了 那我必须要有些支出 不管是跟银行的 或者孩子的支出 或者是家里面 长辈的这些支出 我还是必须要这样 支付出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可能会去 可能去借贷 或者可能用任何一些 我们比较想说不好的方法 去想要取得这个金钱 那这个金钱它会 它也是会导致于你破财 只是这个破财 它只是延后发生而已 你该还的 你还是要还 好吗 那为什么举这个例子 就是要特别特别提醒 刚刚那个讲到属鸡的同学 如果你们在事业上真的就是 有这种很强的一个动性 想要离职 想要转换跑道 或者想要做一些什么 重大改变的时候 一定要理性客观的去思考 你做这个改变的目的 那最重要的是 你改变之后 你的收入 你的经济状况 要多久 才能够回归到正常 又或者是说 你做了这个改变之后 是不是你真的有 百分之九十九的一个把握 我的收入会比 现在或者是以前要来得多 这个是属鸡的同学 对 非常诚恳的一个叮咛喔 2023年的这个流年的风水啊 哎 好好 我们先不要说什么 一定要怎么样做一个很 很大的一个改变啊 但至少记得 只是11月 11月底的这个风水讲座 你一定要上来看 因为在讲座的当下 我会非常清楚的 跟大家来解析 就在2023年 哪些方位可以帮助我们 把收入给提升 把知名度给提升 或者说把我们的健康 又或者说把我们的家庭关系 桃花云给提升 那除此之外 在2023年有什么一些不好的气场 我们是能够透过什么方式 把它完全的给化解掉 又或者尽可能让它对我们 产生负面影响给降到最低 大家敬请期待喔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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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